光子俯身剪笔的功夫 前面的大巴被拦腰斩断 接着他们的校车也没能幸免于难 光子抬起头来 瞬间就被吓傻了 这时一阵妖风吹来 他赶紧低下身子 这才逃过一劫 旁边的电线杆纷纷倒了下来 周围的树木发出诡异的笑声 他赶紧下车拼命逃跑 后面的妖风不停地追着他 看见前面有几个学生 他大声呼喊 让他们快趴下 然后扑倒一人 其他人没反应过来 就变成了六段 几个骑自行车的学生路过这里 下一秒也都变成两节 现在又剩下光子一个人了 见妖风又飞了过来 他不停地向前跑去 地上的落叶被不断吹起 他跑过一片森林 来到一条小河 河里也飘着无数尸体 他捡了件干净的衣服换上 洗掉身上的血自后 继续向前走去 他也不知道要去哪 只知道不断向前走 突然他来到一所学校 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学生 纷纷跟他打招呼 这时他认出其中一个是秋子 光子说 我什么时候来这上学了 我怎么不记得呢 然后吹来一阵风 吓得光子赶紧趴到了地上 看到大家都没事 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然后向学校走去 又一阵风吹来 吓得他赶紧向前跑去 直到跑到教学楼才停了下来 他们来到教室 光子说 外面的风非常危险 你看那些树都在摇晃 这时秋子打开了窗户 吓得他想关上 秋子说 没事 外面的阳光非常温暖 他把手伸了出去 果然没事 这才放下心来 刚才发生的一切就跟做梦一样 好在没有什么意外 上课时 光子的心情终于平复下来 突然他看到地上有一个枕头 心想 教室里怎么会有枕头 他好奇地捡了起来 这时秋子举手说 枕头是他的 女孩把枕头扔了过去 下一秒 教室里的学生纷纷被子弹打中 顿时乱作一团 这时老师提着AK向光子走来 朝着天花板 又是一顿火力输出 这时两个女孩跑进来 把他拉了出去 幸存的几个女孩藏在桌子底下 老师追了进来 一个女孩还想解释 没想到老师上来就是一梭子子弹 然后慢慢走了过来 他拉着女孩就跑 可女孩被一枪打中 这下又只剩光子一个人了 他又开始跑了起来 穿过教学楼 来到外面空地上 老师拿着AK不停地狙击着他们 甚至还发射了火箭筒 幸存的学生只能不断奔跑 突然跟光子一起的学生又被斩成两段 原来妖风又来了 他知道只有笔风跑得快才能活命 于是又跑了起来 可能前世是跑马拉松的吧 一下跑了十里地 来到一个小镇 终于又看到人了 他来到警察局寻求帮助 外面稀稀朗朗的声音 在他听来就是尖叫 这时佛波勒说 你不是棋子吗 说着拿过一面镜子 他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换成了别人 还说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 怎么还穿校服 然后布隆芬说把他拉上了车 周围不断有人拍打汽车 祝福着他 下车后依旧被许多人围着 他被拉到化妆间 化妆师竟然是秋子 这时有人把婚纱拿了过来 光子十分迷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到底是光子还是棋子 秋子说你要镇定 要坚强下去才行 然后给了他一个破碎的玻璃瓶 说这个一会儿用得着 他拿着玻璃瓶走进了礼堂 更诡异的是 人们还不断抛出鲜花 热烈地为他祝福 不过后来人们就露出了 猙獰的嘴脸 而他的老公竟然在一口箱子里 女人把箱子推开 里面竟然出现一个猪头 光子一声大叫 这猪头比二师兄难看多了 长长的舌头 白色的眼珠 还不停地嚎叫着 光子上来就给了他一下 然后跟他们打了起来 幸好秋子及时赶到 被门口两个黑衣人拦住去路 这时光子已经不再害怕 很快黑衣人就被打趴下了 秋子让光子先跑 他来断后 这下又剩光子一个人了 光子不停地跑着 突然有人跟他打招呼 浪光子跟他一起跑 看到有人在搬镜子 过来一照 发现自己又换成了别人 他现在叫犬子 一脸懵逼的他 跟几人跑了起来 来到马拉松现场 一声枪响 他们跑了起来 原来光子跑步非常厉害 每次马拉松都是第一名 周围的女孩 还不断地鼓励着他 两边都是热心的观众 他的心情又平复了下来 这时秋子追上他 后面追来的还有猪头 和两个黑衣人 队员被他们不断打倒在地 秋子让他向高台那边跑 他跳下台子 不停地奔跑 土路上竟然还有群众 在欢迎着他 然后他跑到一处建筑内 正不知道往哪跑时 一个女生跟他打起了招呼 把他带到一个洞穴里 前面出现一排丧尸 女孩说 都是因为你的软弱 大家才死得 这时秋子又出现了 解决掉女孩 他们又跑了起来 突然秋子举起双手 露出了手上的电线 说只要把电线拔掉 你就能从这里出去了 光子很下心来 用力拽着电线 无数电线从秋子身体里扯了出来 最后终于打开了一扇门 他沿着电线向光门走去 出来后发现竟是一个厨房 很多厨师在这里炒着菜 没一个人注意到他 打开一扇门后 看到墙上竟然贴着自己三个身份的海报 原来他是游戏里的主角 现在终于逃了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看完这部电影后 你觉得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 还是只是一个游戏呢